3月28日,台媒爆出大S将跟隔离结束的拒军业 在台湾完成登记手续,引发了网友热议 随后大批媒体赶到大S豪宅和领政处 盯着两人是否会出门,结果扑了个空 接着台媒爆出,大S因为现场媒体太多 就委托代理人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紧接着,大S发布声明,争与拒军业在台湾的结婚登记手续 已于今日完成 结婚日期以韩国2月8日的登记日期为准 透露夫妻俩这两天没有出门的计划 请媒体安心回去休息 喝点姜茶,注意保暖,大家都辛苦了 所有对新人的祝福都收到了,非常感谢 怒气未消的S妈,早些时候还怒斥管不了大S 如今两人直接完成最后的手续 也是把S妈寄到不行,直接关闭了社交账号 有媒体就致电了小S针对妈妈的强烈反应 有什么回应的 小S直接发了个快吐血了的表情包给媒体 对于生气的母亲也是相当无奈了 大S这一番操作,估计后续S妈又要抓狂了 大S结婚,导致S妈以死相逼 这么做多少有点自私了 虽说结婚是为了自己,是大S自己的事情 但也不要为了自己的幸福,不顾母亲的身体 对于此事,张兰在直播间也做出了自己的回应 张兰表示,孙子和孙女会在暑假来北京 跟张兰和王小飞团聚,甚至还说不会在网上晒孙子和孙女的照片 这样对他们不好 不得不说,张兰作为奶奶,还有婆婆是很称职的 大S有这么好的婆婆,不知道珍惜 好好的一个家庭做得四分五 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大S跟韩国婆婆怎么相处 相信相处下来,她就知道张兰的好了 可到那时,后悔就完了 张兰在直播间除了说孙子孙女之外 还讽刺大S太自我,只顾自己的快乐 大S结婚,汪小飞和张兰心里虽然有点介意 但毕竟,汪小飞和大S已经离婚 最介意的还是大S的母亲 大S不顾S妈的想法,只顾追求自己的快乐 张兰说,她太自我,是正确的 张兰和大S做了这么多年的婆媳 也算是最了解她的人之一 张兰这么说不算诋毁大S 而是作为一个长辈 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罢了 不过,大S和居俊叶已经生米煮成熟饭 就算S妈再怎么反对 大S也不会回心转意 张兰多次出面讽刺大S也是无用功 甚至可以说是蹭热度 既然双方已经没了关系 就不要再去评价大S的人品 孙子孙女能去北京 也需要经过大S的同意 张兰这么做,不怕惹怒大S吗? 抚养权在大S手里 张兰再这么讽刺下去 这个暑假,真的可能见不到孙子了 最后大S既然已经和居俊叶走到了这一步 那些不赞同的人再反对都没有用了 大S母亲对汪小飞的满意程度比对居俊叶高 相信大S在婆婆那里不好过 居俊叶在岳母这里也不好过 这段婚姻注定不会有好结果 之前登记没有通知她 瞒着她领证后才说出来 气到两人大吵一架 接着又怕大S带着孩子去韩国 直接放话不准 然后好不容易关系破冰 S妈又觉得女儿不够尊重自己 跟居俊叶住在一起后 她更是见不到女儿 也无法商量见女婿 气到发攻击图 大喊管不了你了 老妈戏这么多 小S也直言很情绪化 不过大S这一番操作 似乎将母女关系更加推向恶劣化 S妈关闭社交平台 似乎也是在表达不满 之前爆出男方出关后就能去领证 S妈还表示不知道大S 并讽刺女儿做什么都不通知自己 接着说大S不邀请自己 她怎么去吃饭 最后干脆放话 算了 西云和她的欧爸开心幸福就好 如果我不在场 他们反而比较自在 跳脚的样子慕名好笑 看来S妈就算大S领证 也不打算松口 对男方似乎也颇为不满 始终认为两人太过冲动 按照大S的个性 她估计也是很难放下姿态 而小S只能充当合适佬 据说这次能再续前缘 是因为俱进叶说分手后 她一直没有忘掉大S 所以当听到大S离婚的消息 她立马找到她二十多年前的 手机号码打了过去 她说要把错过太久的时间 重新补回来 很显然大S很享受这种 偶像剧式的浪漫 二十年前的初恋情人 一直没有忘掉你 这是多么打动人心的事 接受采访的时候 大S特意提到 居进叶二十年前跟她分手后 一直保持单身 很显然她是被自己演过的 偶像剧般的桥段打动了 突然闪婚已经够让人惊讶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 她们从恋爱到结婚 其实没见过面 因为一个在韩国 一个在台湾 两个人这三个月的交往 全是通过视频 她们决定结婚 也是为了在疫情管控之下 以家属的身份 方便见面 不得不说 这个理由 真的很大S了 任性的出其不意 大S是把结婚手续办完后 才告诉家人的 妈妈知道后 当场爆炸了 气得至今都不跟大S说话 但是她自己也明白 生气也没用 大S跟王小飞结婚 也是先斩后奏 对这个女儿她无可奈何 不过大S妈妈担心 大S第二次闪婚 也让网友操碎了心 有人觉得她是跟王小飞赌气 看王小飞离婚后 采旗飘飘 用这种方式报复她 也有人担心 两个孩子连面都没见 就突然多了个爹 该有多大的心理阴影 还有人指责俱进夜心机重 她说自己二十年一直是单身 但是没说没谈过恋爱啊 这不是妥妥的渣男语路吗 更有一些人说俱进夜现在 事业发展跟大S完全不匹配 高攀不说 还是个妈宝男 总之 没有一个人看好这段婚姻 但是很显然 大S并不在意 你们担心你们的 我做我自己想做的 爱谁谁 就像当初没人看好 她跟王小飞的婚姻 她依旧生儿育女 坚持了十年一样 大S突然再婚这件事 让很多网友忍不住提起她的妹妹 小S在大多数人眼里 在大S结婚之前 小S就该离婚了 可是 眼看着她结婚了 离婚了 又再婚了 小S竟然还没有离婚 其实 所有的隐忍和妥协 都只是为了能有一个幸福的 圆满的家庭 我觉得 本质上她跟小S一样 因为原生家庭的破碎 因为周围的文化 都让他们对婚姻美满 充满了执念 婚姻的完整 于她们而言 意义重大 这是她们内心最深处的强烈需求 所以我说 不管是大S还是小S 轻易都不可能离婚的 除非真的忍无可忍 否则是不可能的 其实 婚姻中的大S 并不比小S幸福 不管对外展示的形象如何 她们内在都是极为传统的女性 有着最为普世的价值追求 大S的婚姻一样有她的委屈 妥协 她有她的孤独和不容易 这段婚姻 她也付出了很多 人生本就是冷暖自知 谁又能真正体会到 他人的幸福或心酸呢